位於內港11號A碼頭的內港客運碼頭 今日投入運作 停泊在粵通客運碼頭的所有客運航線 前往新碼頭繼續營運 梁安琪報導 位於內港11號A碼頭的內港客運碼頭 取代位於內港14號碼頭的粵通客運碼頭 成為內港出入境口岸 早上碼頭的人流未算很多 港務局局長黃瑞文說 新碼頭首入運作順利 只是流程和措施上 需要跟進有什麼改善的地方 由於碼頭出入境大廳 各設有6個證件檢查櫃位 較過去使用的碼頭多 黃瑞文相信承接能力 已經足夠應付客運量 也因為內港本身受客觀條件限制 所以預計經內港往來澳門和內地的乘客數量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內港由於它本身航道的限制 船型相對較小 最多是百多個客人 由這個客觀條件限制 它的碼頭不會有太大的承載力 它又說內港客運佔海上客運的5% 而近幾年內港客運量有輕微上升 但不顯著 有使用碼頭的市民說 新碼頭較為寬敞舒適 我喜歡這裏比較舒適 好一點舒適 都挺好的 今早來到 是的 有人告訴我運這裏上那裏上 由發展商十六浦興建 郊遊政府管理的內港客運碼頭 佔地總面積大約900平方米 客運總長度可以提供三艘客船靠泊 客運大樓共分三層 入境大廳設在地面層 一樓是出境大廳和售票處 二樓設有旅客後船室和小賣步 七碼頭共設有三條航線 包括澳門往來灣仔每天對開十七班航班 往來蛇口每天對開六班航班 以及往來江門每天對開一班航班 而月通客運碼頭已經在星期四停止運作 澳門電視台記者 梁安琪布道